你怎麼會有關於中國漁民、船歡呼死亡的事情? 就台灣方面來講,保護漁權、保護漁民的權益,還有保護漿界、海漿 這個是台灣方面、台灣政府該做的事 當然在驅離的過程,還是盡量平和 所以造成這個傷亡,我們當然還是要表達哀悼,總是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倒覺得這樣,更重要的是台灣跟大陸方面 如果關於漁權的問題,最好是能夠坐下來談 大家總是找一套規則出來,也避免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本隊的群防艇是在今天,2月14號的中午大概1點45分左右 在北定的東方1點1海里,發現一艘大陸級的傷亡快艇 越界捕獄 立即展開驅立作業 因為該快艇蛇行巨檢,甚至甩尾 導致快艇反覆,船上市民人員落海 我們巡防艇立即展開搜救,陸續就齊四個大陸居民 其中兩個生還,目前在本隊進行征選 另外兩位,經過緊急送往鎖利金門醫院急救 宣告急救無效失望 全案我們會放棄立結束檢察官來相驗,以後續的調查 我想海巡署,他們已經做了當時執行職務的過程的新聞稿了 還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國台辦對這件事情也有做出一些看法 我想他們一定會有關鍵他們的人民 越界到我們這邊來補儀所發生的一些情形 我想他在新聞稿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希望我們這邊,如果調查的結果如何能夠提供給他們 那我相信我們的海巡署已經將相關的基本的情節都報請 檢察官來指揮了 我相信我們調查一段時間,有結果之後一定會通知對方 那會不會這邊有持續? 我想我們都保持跟海巡署跟對岸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 我們也及時的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情節 好,我們另外要來看到的這個問題 就是有一艘從大陸福建圍頭出海 那它是沒有傳明的高速快艇 昨天下午它越界了,進入到了我們金門縣 北定島的海域來捕撈 結果呢,當然我們的海巡發現了 好,金門海巡隊就前往來查契 那麼他們就立刻高速的逃離 但是因為他們的速度比較快 那又急著轉彎甩尾就導致翻腹 好,挺上有四個人落海 這當中有兩個人是送醫不治的 金門地檢署呢 他們已經接手來調查原因跟責任歸屬 好,但是呢,要來請教的就是 現在大陸國台辦的發言人朱鳳蓮 他說呢,多年來陸方都秉持著兩岸一家青馬 那保障兩岸漁民正常工作 好,這個特別呢 在沿海多地設立台灣漁民接待設施等等 可是呢,好,他突然話風一轉就說 反觀台灣喔 這段時間以來呢 民進黨當局以各種藉口強力來查扣大陸的漁船 那麼以非常粗暴而且危險的方式來對待大陸的漁民 所以呢,這是導致這起惡性事件發生的主因 好,那我們來請教一下淑慧姐喔 現在面對這個陸方呢 比較強烈的抨擊 那這是不是也是賴清德上任之後 恐怕要面對到的狀況 您怎麼看 我想這個是蔡英文現在就要處理的問題 賴清德只是沉寂這個後果 但是國台辦也不必要 還不知道真實狀況就開始責怪台灣這一方 海巡署的整個 他依法他本來就要驅離 那誰叫你要越界呢 大陸為什麼不管好自己的漁民呢 那海巡署當然要依法驅離 但是驅離的過程裡面有沒有執法過大 譬如說開火看起來是沒有的 是在追逐的過程裡面對方過快蛇行 然後在轉彎的時候 就是類似翻車一樣的翻船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的檢調檔會要去調查 我們也沒有執法過大 可是我們依法驅離是應該的 那當然兩岸當然會有一些所謂接待漁民的措施 那是指說譬如說颱風天或是什麼的 然後究竟讓漁船避難 並不是說你可以隨時越界 然後我還要接待你 所以我覺得國台辦也有點搞錯重點 但這件事考驗的是什麼呢 兩岸的官方單位到底有沒有可能對接 好好去處理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會過界 你以後如何管理你的漁船 我有沒有執法過道 我遇到這種狀況 我應該要怎麼樣的去 在合理的範圍去驅離 兩岸的官方單位過去是可以對話的 但現在沒有辦法對話 所以永遠都在用對罵 國台辦罵一罵 台灣又罵一罵 台灣罵一罵 國台辦罵一罵 可是問題都不會解決 對方的輿轉一樣越界 我們一樣要去浪費時間 金錢精力去驅離 對方的軍機一樣要繞台 然後我們一樣在台灣一直罵 那就是用對罵 期待對話的結果就是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所以未來 賴金德執政之後 他就是一樣要思考這件事情 這些都是個案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案持續的發生 然後兩岸除了對罵以外 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那對罵到最後對答咧 我們其實不怕對罵 我們怕的是對打 可是你為什麼不能夠想辦法去對談或對話呢 這個才是我們對民進黨的這個要求 並不是說哎呀 一味的在責備我們自己的政府 海巡署依法執政是對的 他就是該驅離啊 我們只要驅離的手段是合理合法的就OK 可是這件事衍生的就是兩岸永遠都在對罵 都在互相責怪對方 哎吵著吵著火氣升高 你就像兩個人一樣一開始吵架 後來打架那你怎麼辦呢 這才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問題 中國的漁民就是漁船翻譜然後照他們的死亡 然後中國國台辦批評說是民進黨最粗暴的對待他們 呃現在還在春節期間啦 剛開春就遇到這樣的憾事 基於人道主義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呃因為這個這個漁民大陸漁民業界捕魚 造成這個不幸有人落海身亡的事情 呃如果說大陸方面的話 呃相關的家屬有需要協助的話 齁我們也會盡全力來協助 呃也請移民署這邊多多幫忙齁 齁如果家屬後續有需要來這邊 辦理相關的這個後世的這個事宜的話 大陸人大陸把矛頭指向民黨政府是有點落地的政治嗎 金門跟大陸距離非常的近 許多相關的議題喔 包括民生議題 經濟問題 包括這個海域的這個捕魚的問題喔 因為是實在是相當近 所以長城彼此之間有很多的需要溝通往來的地方 我覺得兩岸之間的這個溝通往來的機制一定要建立 不然這種憾事恐怕會不可避免的一再發生 會讓人家感到遺憾